林史忠,萧菊同时转过头去,朝着身后一看,却见门口的位置,一个丫头站在哪儿,气呼呼的。 林史忠和萧菊一愣,指着那美女,小声问了句,这丫头是谁啊? 林平尴尬得可以。 那啥?她就是张家的大小姐,张令夏。 此话说完,一家人脑袋瓜子嗡嗡作响。 林史忠气得不行,什么鬼? 刚才就因为这丫头的事情,闹得两家人都尴尬,没想到她跑到这儿来了。 而且,从这关系上来看,她和林平好像还不错。 张令夏昨天按照林平的话,跑去找她爹说了半天,结果没成功。 显然今天又是跑来找林平取经,看她下一步怎么办。 只是她怎么也没想到,林平家这里还挺热闹,来了这么多人。 话到了嘴边,又生生咽了回去,她尴尬不已。 你们是?张令夏好奇地问了句。 林平赶紧介绍着,这是我爸和我妈。 哦,伯父,伯母好。 看她这么有礼貌,俗话说,伸手不打笑脸人。 林平一家也只有对她客客气气的。 你来找我干什么? 林平看着她,好奇地问了一嗓子。 张令夏一张嘴,几乎是差点脱口而出。 不过,看着林平的父母在场,她只能微微一笑,随口变了话语。 呵呵呵,没什么? 我来找你娃啊。 林平蒙比了。 旁边的林史忠和萧菊听到这话,脸色犹如吃了死苍蝇一般精彩。 刚才林平可是信誓旦旦地保证,她绝对没有当张家女婿这个想法。 如果有的话,天打雷劈。 现在呢? 这是种每一个情况。 为什么这丫头才和林平认识多久啊? 她俩关系这么好,在这个偏僻的小巷子里面,孤男寡女的老凑一块。 这叫怎么回事? 别说人家丈母娘怀疑她们,就连她自己的父母也是怀疑。 林平尴尬地回了句,没什么好玩的。 我实在没空。 没空? 听到这话后,张令夏左右地看了她四周。 而后她捂着嘴,嬉嬉地笑了起来,吹牛。 你这里都没什么生意,什么叫没空啊? 话毙,林平实在要凸血。 这臭丫头还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? 呵呵,张小姐。 你这个女孩子佳佳的,老王我儿子这边跑,实在不太好了。 萧菊小心地提醒着,这丫头年的月静,到时候不是月家让李家怀疑吗? 可张令夏是个直肠子,不喜欢这种拐弯抹角的,她开口就一句,不会啊。 哼,现在这都是新时代了,谁还会在意这些事情? 对吧? 林平? 林平简直要疯,这都什么跟什么? 这丫头还真是敢说啊。 再看身后,怎么感觉凉风阵阵。 好家伙,老爸老妈,一个个对她是怒目而逝。 林平赶紧起身,喊了句。 现在这时间点了,也到晚饭时间了。 呵呵,张小姐,你差不多也该回去了。 我们一家人该去吃晚饭了。 是吗?那正好啊,我请你们吃晚饭好了。 张令夏一句话,再次把这话题给引爆了。 林始忠站起身来,背着手,冷哼一声,用不着。 我老林家一顿饭,还是吃得起的。 林平?回家? 哦,最后,林平郁闷地看了一眼张令夏,都怪这个臭丫头。 今晚上回去,免不了又要被老爸一顿数落了。 张令夏从头到尾,完全不知道自个儿到底做错了什么。 为什么好端端的,这一家人对自己态度如此恶劣啊? 李家?张敏和李友福很生气,这一会儿还搁哪儿相互的数落呢? 嗨,这林平到底怎么回事? 放着好好的房产生意不做,脑子进水了他。 非要去开一馆,还开在那破地方,这个药饭有什么区别? 唉,没办法,他那种家庭出身,你指望他能有生意头脑? 简直难于登天。 李友福也跟着一块抱怨。 这时候,房门打开,李云熙回来了。 看着父母坐在沙发上,他顿时一愣,忍不住开口问了句。 哼哼,爸妈,你们这是怎么了? 看着女儿,张敏赶紧上前,开口道。 嗨,芸汐啊,你是不知道,今天我们去林家找林平去了。 听到这话后,顿时李云熙脸色一变,紧张莫名。 爸,妈,我都说了。 这事儿和人家林平没什么关系,你们干嘛去人家家里呢? 什么呢? 我们没有,只是找他家要个说法而已。 张敏有点心虚了,这不一个意思吗? 李云熙气得要死,我们还不是为了你这丫头着想。 弄了半天,才明白咋回事。 李友福美好气的一句。 李云熙好奇了,小声问了句。 啊,你们跑去问了,有什么结果吗? 说完,竖着耳朵,他小心地听着。 这个林平啊,巴拉巴拉。 张敏直接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全都给说了一遍。 李云熙听完之后才明白,原来林平是跑去做生意了,所以才没有回来。 不知道为什么,他重重地吐了一口气,感觉轻松了不少。 可没想到,就在这时候,李友福又把张令下的事情给说了一遍。 李云熙的绣眉紧锁了起来。 什么? 妈,你们说林平去张家给张大小姐看病? 那,那这病他治好了吗? 治什么治? 根本就是子虚乌有。 那大小姐装出来的。 哦,李云熙再次松了一口气。 一旁的张敏没发现女儿的异常,还在一个劲儿地吐槽。 你说这林平是不是有点傻? 放着家里好好的生意不做,偏偏要去开医馆。 呵呵,这不是挺好的吗? 妈,说明林平之前的套路是对的。 她帮人家治病,又接涉了不少的人脉关系。 到时候说不得,人家又给我们李家搭了一条路呢。 李云熙还是为林平说话,这番话说出来后,李友福一愣。 而后,她拍着大腿,站起身来,说得好。 这张胜镖也是个人物,跟他打好了关系,将来对我们李家很有好处。 听完这话,张敏是嗤之以鼻的冷笑,就怕林平为了打好关系。 到时候和张家大小姐两人眉来眼去,日久生情。 李家女婿变成了张家女婿。 张敏一句话,李云熙将住。 刹那间,感觉脑袋瓜子嗡嗡的,像是有无数苍蝇在里面盘旋一般。 李家女婿变成张家女婿。 这,一顿饭一家三口坐在桌子上吃着,气氛格外沉默。 这家中突然少了两个人,李景田跑去住校了,林平住在了店里面。 就他们三个人吃饭,着实清静,勉强吃了半碗饭。 李云熙放下了手中的碗筷,说了句,爸、妈,我吃饱了,你们慢用。 我回房去做企划。 李友福和张敏点了点头,还吩咐他,不要太忙了,也要注意一下身体之类的。 李云熙答应了一声,回到了房间去。 坐在桌前,他拿着笔,面对着策划书。 可是笔拿起了又放下,拿起了又放下。 李云熙最后干脆不做文案了,撑着下巴,看着空荡荡的房间,空空的地铺。 心里面很烦躁,为什么就这么烦呢? 难道是因为老妈张敏那句,李女婿变成了张女婿? 这要传扬了出去,他李云熙要不要脸? 李家的颜面放在哪里? 越想这事,他就越是烦躁。 最后干脆扔掉笔,直接回到铺上躺下。 李云熙抓着头,哀嚎着,烦啊! 为什么这么烦啊? 第二天,林平也在拼命地挠头,一个劲儿大叫着,烦啊! 烦啊!怎么一点生意都没有? 看着门口冷冷清清,屋子里面苍蝇到处飞,林平真是要吐血了。 本来还想做梦发大财,现在这情况来看,他可能连门面费都赚不出来啊。 就在林平发愁的时候,突然一个老太太,探头探脑地钻了进来。 左右看了看,他疑神疑鬼的。 一看到他,林平大喜过望,赶紧站起身来。 老阿姨,你是要看病吗? 新医馆开张,我给你免费看看病怎么样。 那老阿姨尴尬一笑,回了句,不了不了。 我只是住在附近,第一次看到这里有个医馆,挺好奇的。 没事,我也可以免费给你做个体检。 免费? 真的?你没骗我吧? 哼,我都说了,我这是新医馆嘛,怎么能骗人呢? 以后还指望着你们给饭吃呢? 林平抓住唯一一个顾客,赶紧施展浑身解数,好不容易给他留了下来。 而后,又是把脉,又是给他看舌胎,眼皮,折腾了半天后,还免费送了药。 谁曾想,这大名鼎鼎的灵神医免费赠药。 那老阿姨还一脸嫌弃,怀疑地问了句,这药真能吃吗? 不会吃死人吧? 这话可给林平气到了。 还不能发作,毕竟街坊领居抬头不见低头见的。 他要回去之后,跟周边人一八卦,林平还想不想在这混了? 哼哼,阿姨,你放心吧,我店铺就在这里,我怎么会跑呢? 林平赶紧耐心地解释了一句。 谁曾想,这老阿姨可不信,气死人不偿命地回了句,上次就有一个小诊所,他们这死人了,还不是扔下了电跑了? 林平脸色铁青,好心失药,还被嫌弃。 他真想一把把药抢回来,让他去找吃不死的药去。 结果就在这时候,李阿姨,你跑到哪儿去了? 我到处地找你呢。 你怎么跑到这一馆来了? 陈阿姨啊,我这等了你半天,实在无聊。 看到家附近开了一个衣馆,就进来凑一凑热闹吗? 这话说完后,李阿姨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,拽着陈阿姨一把,走走走。 别在这些衣馆看病,他们都是坑人的。 收费高不说,关键不给你治好,就喜欢给你续命。 为什么? 这样,你才能不断地来看病,不断来送钱啊。 妈呀,这么黑人啊。 可不是吗? 这两个老太太的对话,让林平气得简直要疯。 但李阿姨下一句话,就让林平大喜过望。 你要看病,我给你推荐一个,摆地摊的灵神医。 你是不知道,他医术有多神,对我们这些老头儿,老太太啊,又特别地照顾,收费很公道。 一贴药,保证你要到病除。 林平差点没笑了,原来种什么阴,得什么果。 他先前怜悯这些老人,现在反而口碑在外,成了名人了。 可这林神医不是好久没摆地摊了吗? 哎,是啊。 多好一个人,摊位被取缔了,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他。 李阿姨的话说完,林平笑了笑,阿姨,你要找的林神医不就在这里吗? 听到这话,那李阿姨一愣,然后瞄了一眼林平,直接从怀中掏出一个眼镜盒,戴上之后再一筹。 妈呀,还真是林神医黑,你怎么跑到这里来开馆了? 哼,阿姨,你刚才也说了,我摊位被取缔了,我不开馆,能怎么办? 林平的此话说完,李阿姨直接拍了一把大腿,大喜过望。 对,陈阿姨,他就是我说的林神医,你在他这儿看病就对了。 说到这里,他掏出手机,赶紧道,我得叫我家老头子赶紧过来抓药。 哼,你是不知道,我这老头一天叫腰酸被疼呢。 林神医开了个药方,给贴了膏药后,现在是腰不酸了,腿不疼了,一口气上五楼不费劲啊。 如果不是陈阿姨跟李阿姨认识,还真以为他是在拍广告的图。 结果,李阿姨一通电话,把他家老头子和七大姑、八大姨全都给叫来了。 这些人来了之后,一看真是林神医,一个个欢天喜地。 他们又呼朋唤友,一传十,十传百。 原来林平摆地摊的老街上,那些跑去找他看病的人,全都跑来了。 俗话说,酒香不怕巷子生,亏得之前林平积攒了好口碑,否则真得去要饭了。 就这样,林平的生意,正式开始。 人都是随众的生物,这附近的人本来知道有一个国术医馆,可他新开张,谁也不信任。 突然间,看到这么多人来排队,浩浩荡荡的。 一些没事干的老头儿,老太太就好奇了,一打听之下,个个都说得神乎其神。 到最后,他们也成功被洗脑,一个个加入了排队的行当中去。 这一天的时间不到,你叫你的亲切,我叫我的朋友,门口络绎不绝都是人。 几天功夫不到,口碑就传开了,不少外省的达官贵人,甚至开着驱车几百公里跑来看病。 时间一长,门口的大街上就热闹了,浩浩荡荡的全都是车子,交通都堵死。 每天看着那钱,哗啦啦地进来,林平一个人也忙不过来,把老爸林始终给叫来了。 他负责看病开药方,老爸就负责抓药。 林始终一开始是特别的苦闷,觉得家里断了香火。 可儿子又嫁入豪门,生活滋润,他不得不进行驱舍。 可现在,两者兼得林始终一天到晚,这嘴上都是笑呵呵的,笑得合不拢嘴。 当然,一来二去,林始终发现一个很诡异的事情了。 那就是儿子这一身本事,从哪里学来的呢? 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? 打小林平的医术是林始终教的。 你说,青出于兰儿,胜于兰不假。 可有些病,他是看都看不懂什么情况,林平也能给治好了。 这也太稀奇了。 私下里,林始终也问过儿子,他这一身本事是从哪里学的? 林平只说,在耗子里面自学成才。 林始终纳闷了,在哪里面?你还能学医术? 林平笑了笑,因为我也帮里面的人看病啊。 压差可能看我是个可诉之才,我要看什么医书,他们都想方设法地给我搞来。 林始终大喜,看来这蹲了两年,未必是坏事。 至少在里面,他可以专心地搞研究了。 林平!林平! 就在两父子说话的当头,突然一阵阵骄鹤响起。 林平扭头看过去,头疼了。 张令下这丫头,居然又来了。 本来乐呵呵的老父林始终,这一会儿是脸色大变,他铁青着脸回了句,怎么这丫头又来了? 林平,别理会他。 林平却尴尬一笑,还真没办法不理会他。 啥意思啊? 林始终蒙笔。 林平小声凑到,他耳边就一句,他爸是张胜镖。 这话说完,林始终傻眼了,尴尬一笑,不再多说什么。 为什么? 很简单。 他们医馆现在这么红火,没有一个医师资格证,没有一个营业资格证,迟早会被盯上的。 而要想搞定这两样东西,一个得在国粹医馆,一个得靠张胜镖。 爸! 我看剩下的都是一些老面孔,他们都是一些风尸,老寒腿之类的,你帮着看一下吧。 林始终点了点头,看着儿子林平朝着门外找张令下去了,他还不忘了叮嘱一句,注意点分寸,不要给人家留下口实。 林平一下将注,尴尬一笑。 老爸这是告诉他,办这儿可以,不要和这张林下太过亲密。 不然的话,到时候给了李家口实,又说他在外面勾三搭四的了。 林平笑了笑,回了句,放心吧。 我有分寸。 走出了国粹医馆,林平站在门口,就见张令下穿着一身粉红色连衣裙,笑呵呵地看着他。 林平点了点头,反问了句,怎么不进去啊。 西西,不了。 我想,你爸应该不会想看到我。 张令下微微地笑了笑。 哦。 林平点了点头,又看着他,问了句,找我干嘛。 我请你吃饭,去不去? 这,林平看了看现场,还有这么多人在排队呢。 怎么?你不想去啊? 张令下好奇地问了句。 不是,还是我请你吃饭吧。 林平突然话风一转,让张令下有点懵。 你怎么会想到请我吃饭呢? 张令下好奇地问了句。 无事不登三宝店,有球鱼人当然要请吃饭了。 今天你就随便吃吧。 西西,那行,我可不客气了。 很快,两人去了一家餐厅,然后坐下来,点上了牛排和红酒。 直接就吃上了。 吃到一半,张令下瞄了一眼林平,又低下了头,心虚不已。 林平怪异地看着他,你怎么了? 有什么话要说吗? 那啥? 我说可以,但是先说好,我要说了,你不准生气。 张令下开口一句话,让林平蒙比了。 呵呵,跟我有什么关系? 我干嘛要生气? 就是跟你有关系。 很大的关系。 林平沉默。 答应我啦。 我说了,你别生气好吧? 行,你暂时说来听听。 林平低下头,继续地切着牛排。 第一次吃西餐,总是拿不惯刀叉。 有一个好消息,一个坏消息。 你想听哪个? 张令下转过头去,看着林平笑嘻嘻地问了句。 我听坏消息。 林平一句话,顿时让张令下傻眼,蒙比在了当场。 一时间,他嘟着嘴,不满得道。 你这人怎么不按照套路出牌? 不是应该先听好消息,再说坏消息吗? 可我就是想先听坏消息。 不行,先听好消息。 林平简直要吐血。 神经病? 看着是在询问他,结果到头来还不是他自作主张。 好消息就是,我成功说服了杨华,他现在不再缠着我了。 说完,这丫头还自娱自乐。 喊了句,鼓掌。 啪啪啪啪。 林平跟看白痴一样盯着他。 哎,这是好消息啊,你怎么都不替我开心的吗? 开心? 当然开心。 呵呵,林平挤出了一丝鼻哭还难看的笑容。 要不是为了这个经营资格证,他才不愿意和这疯子废话呢。 端起了一旁的红酒,林平喝了一口。 今天这顿饭可是自己花钱买单,点了就得吃完,不然多遭见粮食。 接下来,张令下看林平没什么反应,然后又说了句,接下来有一个坏消息。 嗯,你说。 林平淡淡地回。 坏消息就是,我给杨华说了,我爸说的治病昭叙,因为你治好了我。 所以,呵,他接下来不缠着我了,会来找你的麻烦。 噗,正在喝红酒的林平,直接张嘴,一口红酒喷他脸上了。 你说什么?你这臭不要脸的,居然拿我来当挡箭牌。 他简直要疯了,我他妈是招谁惹谁了。 无缘无故招惹来个情敌,张令下抓起一张纸,擦了擦脸,然后回了句。 你这人好恶心。 我恶心?那你干嘛找我? 神经?你这不是玩我吗? 林平觉得,自个儿和他非亲非故的,干嘛要给他承担风险。 那我要不这么说,又怎么能打发得了洋话呢? 那你也不该说我啊。 可我认识的男的,救你啊。 林平要吐血了,因为就认识我一个男的,所以这事儿就要我来背锅了吗? 我他妈也是倒了八辈子的血没了。 好了好了,事情都已经发生了,别生气了。 张令下这时候笑呵呵地看着林平,好言劝说道。 林平也是无语。 对啊,事情已经发生了,追究也没意。 那就要点实惠吧。 那啥?这事儿呢?我帮了你。 你就算是欠我一个人情,那我现在有困难了,你是不是应该帮帮我呢? 林平突然微微一笑,说得很自然。 张令下一愣,他也笑了,行啊。 你要我帮你做什么,但说无妨。 你看,从你爸的角度上来说,我给他女儿把病治好了。 从你的角度上来说,我给你承担了这么大的风险,是不是你也该还我一个人情啊? 嗯,不错。 张令下擦了擦脸,然后点了点头。 那啥?我这个一管刚刚开始,现在还差一个营业资格证。 你看看,你爸是负责审核的,能不能帮我说说这事儿? 林平试探性地询问了句,他顿时愣住。 然后哈哈地笑了起来,随口一句,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呢? 原来就这个啊。 小事儿,放心吧。 我回去就和我爸提这事儿。 听完,林平重重地吐了一口气。 那么现在我帮你办正。 你帮我应付情敌,咱们可就扯平了,行吗? 张令下笑嘻嘻的一句,林平也点了点头,抬起了手,成交。 两人卧在一块儿,同时咧着嘴,都笑了起来。 而另一边,李芸汐东绕西绕,跑来找林平了。 到了这大概位置,他也不知道该往哪儿去。 结果看着不少人都朝着那边的巷子跑,嘴里面更是在不断议论着林神医,林神医的。 李芸汐反应过来了,除了林平,这还能有谁? 也不用问路,跟着这拨人直接找了过来。 到了门口一看,好家伙。 外面的马路上浩浩荡荡的都是汽车,这一管门口的位置硬是从里面排到了外面的大马路上来。 李芸汐看了眼,林平这一管,生意有这么好的吗? 先前的时候,一家人还抱怨说,他一管开得这么偏僻,没什么前途呢。 没想到,人家神医做得这么顺风顺水。 李芸汐一路过去,不少人都在叫嚷着,哎哎哎,排队啊。 别以为长得漂亮,就可以乱插队好吗? 李芸汐很是无奈。 回了句,没有。 我是这一管主人的妻子,过来看看而已。 此话说完,那些老头儿,老太太,都一脸羡慕地望着他。 林神医的老婆? 没想到,这么年轻漂亮啊。 呵呵呵,林神医有福气了。 哎,我刚才看到他和一个美女一块走了,我还以为那丫头才是他老婆呢。 话刚说完,旁边人直接过去,就推了一把,还不断地打眼色。 示意他不好胡说八道,哪胡不开提哪胡。 再一看李芸汐,本来还一脸微笑的样子。 下一刻,瞬间这脸色就变得难看得要死。 这旁边人,一个个还预盖迷章地来了剧。 呵呵,可能只是朋友吧? 一定是朋友。 是朋友啦? 众人都这么说,李芸汐勉强挤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容,随即赶紧朝着里面进去了。 进入了医馆,左右看了看,林始忠正在给人把脉看病。 他抬起了头,仔细一看,下一刻大喜过望。 芸汐,你怎么来了? 快坐,快坐。 李芸汐点了点头,找个位置坐下来,然后左右看了看,随口一句。 爸,林平这个新医馆,刚刚开幕,我过来看看。 哦,生意还挺好的。 林始忠笑了笑,对了,怎么没看到林平呢? 突然间,李芸汐这一问,林始忠尴尬地僵在了哪里? 他有点心虚地朝着后面门口方向看了一眼,小心得道。 哦,这个吗? 呵呵,他有事情,出去了,出去了。 是干什么事情啊? 李芸汐有点不信邪,打破杀郭问到底。 林始忠可为难了。 他现在是撒谎也不是,不撒谎也不是。 他,吃饭? 出去吃饭了。 林始忠说了一半真话,反正林平就是出去吃饭了呀。 是和谁出去吃的呢? 但没想到,李芸汐竟然问得这么离奇,打破杀郭又一次问到底了。 林始忠可傻眼了,这让他怎么回答? 就在林始忠纠结着这个送命题的时候,门口方向传来了林平和张令下的声音。 林平,你这里的声音还真是好哈。 呵呵呵,说明你医术可以吗? 还行吧,还行? 那哪天,我找个人跟你比试比试,看看你的医术如何。 张令下突然提出这么个事情,林平一下愣住,看着他。 张令下傻眼了,怪异的看着林平,你干嘛这么看着我? 说到比试这事情,我想起了一件事。 林平看着他笑了笑,随口问了句,之前给你检查的时候,你好像服用了臭一草,而且还知道点穴。 这事情应该不会是你自己做的,背后有高人指点吧? 听完这话,张令下捂着嘴,笑开了花,聪明。 到时候,我叫高人来找你比试比试,看你俩谁厉害。 怎么样?你敢不敢挑战? 不敢。 林平直接一句话,让他蒙比在了当场。 张令下傻愣在了哪? 唉,这人还真是不按照套路出牌啊。 你这么厉害,比试一下呗,看看你和我那朋友谁更加厉害。 不去。 林平拒绝了,中医是用来治病的,又不是拿来装比的。 为什么要比试? 可没想到,这丫头还不舒服了,直接抱着林平的胳膊摇晃着,就比试一次。 比试一次吗? 嗨嗨,突然,就在这时候,一阵咳嗽声响了起来。 林平怎么感觉有杀气? 转头看过去,他差点没下的一屁股坐地上。 李芸汐? 他怎么会在这里? 此时此刻,那丫头双手交叉在胸前。 一副冷冰冰的样子看着林平。 尤其是他和张令下两人居然还手挽着手的模样,更是让人气得够呛。 林平吓得够呛,拼命地挣扎,想把手给拖拽出来。 没想到,张令下不知死活,竟然还拽着,一个劲儿地撒娇摇晃着。 林平,就比一次吧。 咳咳嗨,李芸汐再次咳嗽了一声。 张令下转过头去,他这才反应过来。 这医馆里面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的大美女,这一会儿一脸不悦地看着他俩。 张令下有点傻眼,没好气地问了句,你可什么可,有病就治病,别打扰我们。 这话可给李芸汐鼻子都差点气歪了。 臭丫头,可真敢说啊。 嗨嗨,你拽着的说我老公。 李芸汐强忍着怒火,冷冰冰的一句。 张令下顿时尴尬了,看了看李芸汐,又看了看林平,用眼神询问他是不是这回事。 林平很是无奈,看着气愤的李芸汐,他点了点头。 张令下吓了一跳,赶紧松开了手,然后陪着笑脸道。 呵呵呵,嫂子,你别误会,我们只是普通朋友。 李芸汐发了个白眼,看着林平,淡淡的一句,你在这里玩得很开心吗? 跟你有什么关系? 谁曾想,林平冷冰冰的一句,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啊。 狠狠地打了李芸汐的脸,让他傻眼在了当场。 张令下也是怪异地看着林平,又看了看李芸汐。 怎么,他两口子闹矛盾了吗? 关键时刻,还是林始终这个当公公的,直接站了起来,他美好气地来了句。 小平,你说什么呢? 人家芸汐是关心你,看看你做生意怎么样了。 你怎么能这么和人家说话? 爸,人家一家人压根就不想我开一管,怎么会关心我呢? 林平一句话,弄得李芸汐成了大红脸,要多尴尬就有多尴尬。 林始终也不好意思,开口说了句。 小平,胡说八道什么呢你? 人家芸汐是做生意的,当然对于生意的门路比较清楚一点。 他这么做也是担心你好吗? 李芸汐叹息一声,实在无奈。 看着一旁的林平,他开口说了句。 林平,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,我不想和你起冲突,有什么事情,咱们可以私下里谈。 没什么好谈的,有事情就在这里说吧。 林平看都不看他一眼,冷冰冰的就一句。 谁曾想,这把李芸汐激怒了,他恼怒的一句。 你确定两口子的隐私事情,要放在这里说吗? 我们之间有隐私事情吗? 这两人就像是唱双簧一样。 你一眼,我一语的,完全没停止过。 周边不少人都在直勾勾的看着,脑袋瓜子嗡嗡的。 这两人怎么了? 好端端的,怎么就吵上了? 李芸汐只感觉丢脸,毕竟再怎么说,她也是房开大王的女儿。 这么丢脸卖似的,实在太尴尬了。 盯着林平,他深吸一口气,强忍着怒火,开口说了句。 林平,别闹了。 我有话给你说,说完我就走行吗? 给个机会吧。 小平! 老妇林始终也瞪着眼,怒气冲冲地喊了句。 家丑不可外扬,这儿子和儿媳一定要在这里吵架吗? 林平哀声叹气,最后只能无奈地答应一声。 好吧,跟我来。 李芸汐咬着牙,转身朝着外面走了出去。 林平看了一眼林始终,他挥了挥手,示意儿子赶紧过去。 林平无奈,只能跟着李芸汐后面。 两人一块走出了国书医馆,然后去了附近的咖啡吧,找个位置直接坐下了。 李芸汐找个位置,然后大长腿一抬,二郎腿一翘。 坐! 林平沉默着,最后还是坐了下来。 要喝点什么? 李芸汐询问了句,这个,什么都可以。 林平随口地一句,李芸汐也是无奈,他看着林平直勾勾地道,什么都可以,到底是什么呢? 你到底想喝什么? 白开水吧。 这一句话,轮到李芸汐无奈了。 一旁的服务员这时候过来,看着两人好奇地问了句,先生,女士,你们要喝点什么? 给他,嗨嗨,来一杯白开水,我一杯拿铁咖啡。 李芸汐说这话的时候,脸色都羞涨得脸红,简直是难以启齿。 那服务员果然也是一脸怪异地看着林平,又看了看李芸汐。 在他们这种高档的咖啡吧里面,一般来说约会的都是小情侣。 难道说,这两人也是一对? 那也太奇葩了。 这男人从衣着上来看,怎么看都是个臭吊丝。 可旁边这个美女呢? 她却长得很漂亮。 而且从穿着上来看,一身奢侈品,这美女是典型的白富美呀。 也不知道到底是哪只眼睛瞎了,看上这么个搓笔。 唉,这世界真是搞不懂了。 想到这里,这家伙回头的时候还不忘了甩一甩头发,觉得自个儿很帅。 林平坐下来没多久,很快咖啡和白开水就上来了。 她端起白开水,然后抿了一口,接着看着李芸汐询问了句。 好了,你想说什么? 林平? 我知道你很生气,但我们之间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说的呢? 何必这样? 李芸汐直勾勾地看着林平,尽量把声音放得特别的温柔。 林平看着她笑了笑,随口道,不生气啊。 我真是一点都不生气。 李芸汐简直要吐血了。 你别这样。 我说真的,我这一点不生气。 有什么好生气的呢? 是我甜不知耻吗? 以为自己一个香巴老能配的上成里姑娘。 自己有点自不量力罢了。 林平这话说完,李芸汐愣住了。 而后她再次叹息,你就是在生气。 林平,我知道我那一巴掌打了你。 你心里面不平衡,我真的很抱歉。 可是,我们之前的时候说好了的协议,你治好我病,我一定会给你。 你不能强迫我啊。 李芸汐苦巴巴地劝说着,林平不说话,继续端着白开水,继续地喝着。 林平,你想什么呢? 没什么? 我在想你喝咖啡,我喝白开水,也许我俩真不合适。 李芸汐顿时蒙比在了当场。 她紧张地看着林平,开口问了句。 你,你什么意思? 我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了。 林平抬起头来,直勾勾地看着李芸汐,没有任何的犹豫。 我觉得我们不合适,还是离婚吧。 李芸汐顿时将住,傻傻地愣在那儿。 随即她涨红了脸,恼羞成怒。 不,我不会离婚的,我李家丢不起这个人。 我已经说过了,你李家把颜面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 你,我俩的结婚,是因为你家已经把话说出去了。 要是反悔的话,信誉受损,颜面无存。 现在不离婚,也是因为颜面。 林平的一番话,说得李芸汐彻底没脾气,傻愣在了当场。 因为,她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。 确实这一切都是颜面问题。 正因为如此,李芸汐说什么都不能离婚。 她抬起头,看着林平,咬着牙,我不会同意的。 这个婚不离。 那就随便你吧。 反正我也不打算回你李家了。 说完这话,林平看了看手机,淡淡地道,也是这个时间点了。 差不多了,我该回去了。 谢谢你的白开水。 转身她在李芸汐目瞪口袋之中,扬长而去。 李芸汐简直要气诈。 林平这小子,搞什么鬼? 她还是个上门女婿吗? 这么强烟。 动不动就提离婚,她反而成了被动的一方了。 搞没搞错。 林平这边离开了咖啡吧,回到了自己的小诊所。 现在已经是晚上了,诊所的大门已经关闭。 可父亲临死中并没有走。 她坐在门口的位置,叼着一支香烟,一边默默地抽着,一边等待林平的到来。 一看到儿子过来了,她赶紧站起身来,皱着眉头问了句。 小平,你和芸汐谈得怎么样了? 还能怎么样? 也就那样呗。 林平随口淡淡地道。 林死中还急了,看着林平开口说了句。 小平啊,你和芸汐到底是怎么回事? 怎么好端端地就吵起来了? 林平也是无奈了。 扭头看着父亲林死中,她叹息道。 爸,事情没有你想得那么复杂。 我们之间有点小矛盾而已,很快能解决的。 是吗? 既然这样的话,那你们趁早和好吧。 不要再闹了,你也看到了,今天这么多万人在,容易让人看了笑话吗? 林死中怕被笑话还在其次,他最担心的是情是什么。 这两人闹得别扭,容易让人家趁虚而入。 比方说那张林下,刚才那么多人看着,他完全不在乎人家林平有父之父,拉拉扯扯地成何体统。 要这两人真勾搭上网,李家不要颜面,林家也丢人现眼。 林死中对于这事儿还是比较古板的,比较传统。 我知道,我知道。 爸,差不多了,这个时间点了,该吃晚饭了。 哼哼,咱们回家吃饭吧。 林平笑呵呵的一句话说完,林死中是唉声叹气,却又无可奈何。 你呀,你,每次说你这事儿,你总能岔开话题。 走吧。 回家吃饭。 林死中摇头晃脑的一阵叹息,最后两人坐着三轮车,一块儿回去了。 路上林平开着车,父亲坐在后面的三轮车斗里面。 他开口笑着问了句,爸,你看我们现在也有钱了是不是? 有没有想过拿这钱去做点别的生意啊? 听到这话,林死中一阵好奇。 咋? 你现在想开个分店啊? 我说小平啊,你不要好高骛远,办事儿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来。 你先把分店的生意做好,再考虑别的事情啊。 林平尴尬的一笑,看着自己父亲,然后回了句。 不是,医馆我还是要开的,不过嘛,我的意思是你怎么办? 我想给你找点活做。 这话给林死中气坏了。 嗨,我说你这小子,你掰把年纪了,你不想着让我退休好好休息一下,还想着使唤我? 这不是信不过人家吗? 爸,你说咱穷了一辈子,老是遭人白眼。 难道你就不想改变一下? 咱也过一把有钱人的肝影。 此话说完,林死中哀声叹气一阵,无奈地道,我能不知道吗? 小平啊,咱们穷可以,但要穷得有骨气一点。 这治病救人是积德的事情,你怎么能想到去赚钱呢? 爸,你这思维不对。 你听我说,原本积德行善是没错,可你想过没有? 这积德行善也得要本钱啊。 过去的失衣赠药,草药都是在山上直接采摘的。 现在你去那找,到处都是城市,要去郊区采摘,劳神又费力的。 那你什么意思? 林死中一脸的不解,当然是花钱买了。 你去采的才多少? 但你花钱买的能多少? 那救人又能救多少人? 这,林死中果然是被这话给问着了。 他皱着眉头,陷入了思考之中。 关键是,这座药房生意的很多啊,咱们一定能赚到钱吗? 听到这话,林平都好笑,随口回了句,爸。 这药房做的生意都是从外面进购,然后从中间赚差价。 你可以直接开一个药房啊。 可要去哪里进购呢? 北方啊? 那边很多种植基地的。 关键销路,从哪有销路? 这单单有货是不够的,还得有销路。 不然,这货放在手中,岂不是砸了吗? 林平更是觉得好笑,这还不简单。 光是他们自己,就需要大量的药材。 一则是国术医馆药用,二则是,那药厂马上要开幕了,里面的销耗更是惊人。 爸! 你负责做药材生意,销路的问题你不用管,我来搞定就可以了。 林平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,林始忠只能点头答应下来。 回到了家中后,林始忠跟萧菊把这事情给说了。 萧菊一听说两父子要去做生意,觉得可行。 毕竟家里面穷了半辈子,做生意赚点钱,补贴一下家用倒也不错。 行行行啊,你们两父子就负责赚钱。 我在家里给你们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的。 说到这里,萧菊又开口问了句,哦,对了,我那儿媳妇呢。 突然这一句话,顿时让父子俩直接僵住,尴尬地愣在了那儿。 林始忠很不好意思,看了看儿子刚要脱口而出。 没想到,林平一把笨住了他,笑了笑,随口地道,妈,我和李云西很好啊。 听完这话,一旁的林始忠怪异看着儿子。 当然,他也没有拆穿,本来萧菊对着李云西就很喜欢。 要是知道了这事儿后,只不定得操心到什么程度去呢。 他叹息一声,勉强地挤出了一丝微笑,摆了摆手,吃饭。 吃饭? 萧菊点了点头。 看了看林平,又看了看老公林始忠,脸上从头到尾都是笑呵呵的。 原来的时候,家里面特别穷,日子过得也是相当造星。 在林平进去之后,为了赔偿人家的医药费,直接把小诊所给卖了,还花了三十万呢。 那时候,他和林始忠真是感觉整个天仿佛都塌下来了。 但现在,儿子出来了,娶了个有钱媳妇,一切仿佛都像是重新开始了一般。 美好的日子,正在向他们一家人招手。 哎,对了,小萍啊,你住在我们这儿,这儿媳妇怎么办? 你俩什么时候生的娃儿啊? 噗! 可嗨嗨,正在喝汤的林平,听到这话,差点没给呛死。 摆了摆手,他尴尬地来了句, 妈,你突然问这个干什么? 哎,这男大当婚,女大当嫁。 妈,你俩都结婚了,是不是该考虑一下生孩子的事情了? 呵呵,也让老妈抱抱大孙子嘛。 林平不吭气了,脸色格外的难看。 看着他这样子,萧菊不解,到底怎么了? 妈! 你看,我们的事业这才刚刚起步对不对? 要生孩子呢,也要有经济基础。 我这什么都没有,结婚之后,靠什么来养孩子呢? 林平笑呵呵的一句,也不敢激怒老妈。 可没想到,听完这话后,萧菊却不满地嘟囔了句,那有什么关系吗? 反正李家这么有钱,一个孩子还养不起吗? 一句话,顿时让林平直接僵住,脸色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。 这话无疑是在他伤口上撒了一把盐,更是让他难过了。 旁边的林史中,看着儿子脸色难看,顿时不满地回了句。 你这老太婆,胡说八道什么呢? 男子汉大丈夫,志在四方,本来咱家小平就是个上门女婿,嫁给了房开大王的女儿。 人家都说咱们儿子吃软饭。 你倒好,生个大孙子,还要人家养着。 街坊领居怎么看小平,脸还要不要了? 这,呵呵呵,也是,也是。 萧菊尴尬了,点了点头,不再坑气,端着碗,只顾着扒饭。 而另外一边,同样在吃晚饭,李家人凑在了一起。 本来李芸汐的心情很糟糕,回到了家中后, 却发现一家人其乐融融,笑呵呵的。 她有点傻眼,这一看之下才明白过来。 原来是妹妹李景田回来了, 一家人都在热情地招呼她。 看到李芸汐也到了,张敏,李有福站起身来,笑呵呵的来了句, 芸汐回来了。 而后,又看了看她身后,一家人看着空荡荡的。 李有福叹息一声,回了句,怎么? 林平这小子又没有跟你回来啊? 李芸汐尴尬一笑,放下了身上的公文包,回了句。 是啊,小妹回来了。 李景田翻了个白眼,嘟着嘴,来了句。 哼,正好,这林平要是回来了,我还不想回来呢? 在这个家里,有她我是真不自在。 此话说完后,她一家人都尴尬地笑了。 小田啊,你别这么想,林平现在还是不错的。 你不知道,这小子的医术还真是挺神奇的。 我听到朋友圈里面都在传,她很了不起,很多达官贵人都找她看病了。 张敏笑呵呵地上前去,想要开导,开导小女儿。 谁想想,李景田对这话是嗤之以鼻的冷笑,随口一句,医术不错。 妈! 我看你是想的有点多了吧? 林平只是个国粹医馆的一个实习学生,什么都没学到,还医术不错。 说到这里,她好像是想到了什么,又笑着来了句。 哦,对了,这小子臭不要脸,还叫什么国粹医馆,盗版人家的国粹医馆,一点创意都没有,小心吃官司啊。 此话说完,她一家人真是尴尬到包。 李芸汐摆了摆手,回了句,行了行了,咱们不聊这个了,吃饭。 吃饭?一家人落座下来,开始坐在那儿吃起了晚饭。 张敏没话找话地问了句,小田啊,最近学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吗? 给分享一下,开心的事情倒是没有,不开心的倒是很多。 李景田拿着个筷子,一脸郁闷地在盘子中挑选来挑选去的。 不开心的事情?张敏,李友福都愣住了。 还不是我这奇葩的姐夫,因为她,我现在在学校,也成了大名人。 人家都问我,姐姐这么漂亮,家庭又这么好,怎么找了这么个窝囊费? 你们说,我该怎么回答呢? 李景田一句话,说得这一家人哑口无言。 她看着姐姐李芸汐,又问了句,我说姐姐,当初你干嘛要答应跟她结婚啊? 现在弄得我在学校好没面子啊。 一家人沉默了,不说话,脸色铁青的可怕。 李芸汐本来心情就不好,被妹妹这一搞,那就更是窝心的可以了。 放下了手中的筷子,她叹息一声,行了,我感觉自己也不饿,就不吃了。 你们慢慢吃,看着她神色落寞的背影,一家人是面面相去。 芸汐今儿是怎么了?张敏小声问道。 李友福哀声叹气,无可奈何地道,还用说吗? 肯定是跟林平又闹矛盾了。 这,张敏想到这里,真的是有点恼火。 怎么?林平这家伙不识好歹,叫她回来还要耍横式吗? 她真把自己当成什么大人物了。 听到这话,李景天筷子上夹着一片肉,冷冰冰的一句。 我猜一下,不用说。 肯定姐姐叫她回来,她不肯。 然后,中间还趁机要挟,勒索一下。 怎么?这该死的林平,包她吃,包她住还不够。 还要什么?她勒索什么? 张敏很是恼火,一个劲儿的大喊大叫着。 李景天冷冷一笑,回了句,人家先前的时候看病,就死活要让姐姐嫁给她。 后来终于如愿以偿了,不珍惜,还各种作死。 为了什么?还不是因为捧起了一个软饭碗,结果到头来没有捞到什么实惠。 她分析的头头是道,却让李友福、张敏更是火冒三丈。 如此说来,还真像。 先前林平家里就穷,治个病,死活要和李云西结婚。 她图什么?可不就是图李家的钱吗? 结果如愿以偿了之后,就开始各种闹别扭。 那不就正像是李景天所说的端着软饭碗,结果没有捞到什么实惠吗? 这林平? 着实可恶,她还真不是干什么大事的主。 这才嫁过来多久,就开始要图谋钱财了。 李友福骂骂咧咧的,相当不爽。 李景天回了句,要我说,咱们就尽早把这家伙踢出家门去。 这种贪财的人,以后就怕跟明星宝强哥一样,遇到个马什么的屠材害命。 本来这事情就十分的糟心了。 没曾想,现在再被小女儿这么一说,他们觉得这事儿真是有可能朝着这方向走。 要不,让李云西和她分手。 张敏看着老公问了句。 李友福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,咱这女儿的病可咋整。 还有,这刚结婚就离婚,要传扬出去的话,实在是名声不太好听啊。 爸! 要是我给找一个人,能治好姐姐,是不是就能离了? 李景天眼珠子一转,想到了一个好办法。 李友福和张敏听到这话一愣,而后都大喜过望。 毕竟林平这家伙,他们一家人着实是看不上。 唯一的把柄就是李云西这病。 小田啊,你真能找到高手,把你姐姐这病治好。 可是西一咱们也看过,根本无效啊。 李友福和张敏一脸的不解。 没关系。 西西,我有认识的人,他能介绍给我一个好中医。 李景天话都说到这个份上,一家人也没别的可说了。 当即,满口答应了下来。 第二天一早,李景天早早地就回学校去,找他的同学问中医的联系方式去了。 而国术医馆这边,林平今天好热闹,陈若柳来了,赵彪也来了,还带了几个同学说是来捧场,帮他一起看医馆。 但其实呢,这些家伙在国粹医馆学习,陈匾却作为荣誉校长,让他们来实践一下。 大医院也不让他们去啊,去了也下不了手,所以跑到林平这里来了。 林平也是头疼。 所有同学里面,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陈若柳和不平凡,其他人实在太惨。 林平也怕这些家伙治病,把人给弄死了,让他们看看药方,然后照着单子来抓药。 剩下的看病之类事情,还是交给自己。 陈若柳和不平凡,也寸,大病是看不了了。 一点伤风感冒,老风湿之类的,交给他们。 剩下那些达官贵人,千里迢迢跑来,疑难杂症,对林平来出手。 当然,这收费也是相当,相当不便宜。 比方说有个大富豪,来的时候,人家是开劳斯莱斯来的。 找到林平要看病,什么病? 癌症! 说是治好了,钱不是问题,直接给一张空白支票给林平,让他自个儿填。 癌症可吓人了,他实在治不了。 西医里面如何治疗癌症呢? 首先就是动手术,切掉身体内的肿瘤。 这不算完,肿瘤还会复发,然后要不断地做化疗。 但化疗是很痛苦的,很多长期做化疗的人,皮肤苍白,头发掉光。 化疗说白点,就是杀死你身体内的癌细胞,让它无法蔓延和复发。 但这玩意儿没办法区分什么是好细胞,什么是坏细胞。 只要进入了身体里面,一律统统杀死。 失去了白细胞,红细胞,人的身体很快就会垮掉。 很多人癌症没死,长期做化疗,最后反而是因为小小的出血死翘翘。 所以,这位大富豪不愿意做化疗,思索再三,他听说了灵神医的事情,跑来让他看看。 一大群人都在那凑热闹。 这人身份不简单,出行劳斯莱斯还带着俩保镖。 进了一馆,其他人都给让座。 给林平看了半天之后,那大富豪一脸紧张地问林平,这病能治吗? 如果能治,他愿意分享万贯家财。 林平都好笑,我只想知道,这支票是不是真能兑现。 话必,大富豪是个聪明人,瞬间明白过来了。 支票一放。 让他随便填。 钱赚得再多,哪有命中药。 很快,林平直接开了一个药方,然后让人抓药,让他熬三碗来喝,每天坚持。 一个星期之后来复诊,到时候,他就填支票。 大富豪满心欢喜,二话不说,答应了。 等到他走了之后,一大群人纷纷上前问林平,他是不是真的这么深? 连癌症晚期都能治好。 林平只是笑笑不答,把手中的支票小心收好。 陈若柳却从头看到尾,看得是目瞪口呆,脑袋瓜子嗡嗡的。 因为林平写药方的时候,出于好奇,他偷偷看了几眼。 就这几眼,他吓得是屁滚妙流。 好多都是毒性很重的草药。 这玩意儿居然能吃,还能治好癌症。 太不可思议了吧。 林平! 就在林平这帮同学,议论纷纷,他那药方是什么药方? 癌症都能治得好的时候,门外一声扎乎响起。 所有人齐刷刷地回过头去一看,顿时眼睛都亮了。 一个娇滴滴的大美女笑嘻嘻地跑了进来。 看着这美女,一群牲口都心头砰砰直跳。 虽然陈若柳长得也不错,但最多也就八分。 这美女能到九分? 一个个站在那里,看着他,又看着林平。 他们都酸了。 林平这小子的运气也太好了。 老婆是个大美女,这里又有一个大美女。 这是桃花运泛滥啊。 林平看了一眼来人,头疼了。 张令夏,你怎么又来了? 呵呵呵,我不是说了吗? 我有个师父,他也是学中医的,想和你比试比试。 张令夏一句话,众人猛逼。 卧槽,不是桃花运来了,他是来踢馆的。 众人都不说话,直接看着林平。 他叹息一声,放下了手中的药方。 你也看到了,我这后面还有这么多病人排着呢。 哪有先功夫啊? 那些排队的病人一个个都在点头,喊着,是啊,是啊。 其中有一个中年男人,穿得寒酸,还捂着肚子,脸色惨白的吓人。 这应该是个重病人。 可没想到,张令夏不管这么多,他就是来找乐子的。 不行,你这人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? 说好今天来比试的,你现在不比,那叫怎么一回事? 林平无语,怎么样? 林夏,他答应比试了吗? 在林平不知道说什么好的时候,突然一个男的走了进来。 众人的目光纷纷转过去,看向了门口。 年轻的妹子都惊呼着,好帅啊。 男人们则是一脸比试,妈的。 娘娘腔! 那是一个皮肤惨白,惨白,看起来很阴霾的男子。 一边走,还一边在咳嗽,像是有什么晚几次。 林平眯缝封卓眼,怪异地看着这人。 恰好他也注视着林平,嘴角扬起了一抹不屑的笑容。 就是你,破了我给林夏安排的病状。 幸会幸会。 不过,既然都是学医的,就死扶伤为己任,用来比试不太好吧。 林平淡淡地说了句,他阴侧侧地一笑。 未必。 既然都是学医的,自然也有高低,比试比试倒也无妨。 我最近听说,林江市有个小神医很出名。 那人就是你吧? 那行。 你等着,我把这些人治完了,咱们再谈。 不行。 阴阳人冷冰冰的一句,我的世界有限。 而且,这烦躁的太阳,晒得我不舒服。 林平无语,不平凡等人一个个更是郁闷。 哪有这么娘的人。 老爷们还怕晒太阳。 不平凡很不爽,这小子也是心高气傲。 尤其是在国粹医馆,名列前茅。 看林平不出战,他忍无可忍,跳了出来。 我来和你比。 阴阳人听到这话,只是不屑地瞄了一眼不平凡。 淡淡一句,你算个什么东西。 你也配。 这话严重地打击了不平凡,他是恼羞成怒。 呵斥了句,我可是国粹医馆的第一名。 没资格和你比。 国粹医馆,哈哈,小孩子的玩意儿。 小学生,你能毕业出来再说吧? 你,不平凡简直要气炸了。 一旁的张令下,一看冲突起来了,一脸得意。 看着林平,他小声来了句,怎么样? 林平,你比不比啊? 按说同学来帮忙,现在受人欺辱,林平怎么也得出头的。 可惜,这小子真是不安套路出牌。 他淡淡地就一句,对不起,我没空。 众人一阵无奈。 陈若留忍无可忍,凑过来小声一句。 林平,跟他比。 这家伙瞧不起国粹医馆,就是瞧不起我们。 对,林平,跟他比。 其他同学也跟着叫喊。 林平依然不为所动,人家没说错啊。 国粹医馆,就是小孩子的玩意儿。 至少,在他们这些大能眼中,他算不得什么。 赵彪简直要气疯。 这师父,也太能忍了。 你都快变成忍者神龟了好吗? 哥,来一场呗,怕啥呀? 就是,林平。 跟他比,有我们呢。 可没想到,这帮同学说破了,嘴皮子也没用。 林平喊了句,下一位。 接着,一个排队的病人上去了。 阴阳人看到这一幕,哈哈大笑。 林下,你这朋友,也是孤名钓鱼,徒友虚名。 他是怕输了,砸了自己的招牌,以后在这里没饭吃了。 张令下头疼。 不得已,他喊了句,林平,我告诉你,我给我爸已经说了。 他也同意了,只要你证明自己有能力治病救人,这张营业资格证,有人担保。 他就给你办。 怎么?你现在不证明自己,你不想要营业资格证了。 一句话说完,林平愣住,就在他发呆的功夫,刚才那脸色苍白的病患再也撑不住,扑通一下,当场栽倒在了地上,晕死过去。 林平一看,指了指他,回了句,成。 要鄙视是吧? 咱们就以他做鄙视对象。 谁最快治好他,谁就获胜。 如何? 阴阳人一愣,不屑地点了点头。 好,让让让,一看师父都同意了,赵彪立马驱散了众人。 好多来看病的人,各自退散。 一时间,医馆内,就剩下了那病人和林平,阴阳人三个。 开始。 他喊了一嗓子,两人几乎同时跑了过去,各自一左一右抓着那病人的手,摸着他脉搏。 接着,翻了翻眼皮,两人同时起身,一牵一后跑到药柜处。 打开药柜,赶紧地抓药。 看着两人忙前忙后,国粹医馆的人也不服气,一个个想试试自己有几斤几两。 跑去给病人看了看,结果,只有陈若柳,不平凡俩人诊断出来了。 伤寒? 很严重的伤寒病。 而且这病人家境贫穷,跟所有普通老百姓一样,为了节省几个小钱都喜欢小病熬着。 熬着是能熬好,但有些人是熬不好的,反而越来越差。 伤寒入脉了。 不平凡一句话。 陈若柳点了点头,肯定了这说法。 他在问,如果是你治的话,怎么治疗? 天麻子五钱,八干二两,九尾草一两,混合黑金菊三钱,百里葵三两,乌碗水熬成一碗水,服用三日之后,一定要到病除。 不平凡滔滔滔不绝地说着,陈若柳惊讶地看着他。 这小子果然不平凡。 再一看对面两人,陈若柳更是惊讶。 如同实况解说一样,他们抓的药和不平凡说的话,一模一样。 最恐怖的一点在哪? 每种中药都要有剂量,可这两人不带用称的,抓多少是多少。 正所谓熟能生巧,这得给多少人看过病,才能练出这等神迹。 很快抓好了药,各自师傅完事,徒弟要熬药了。 张令下赶紧拿出药罐和火炉子,赵彪也不甘示弱。 两人弄好,林平和阴阳人各自吩咐自己的徒弟。 赵彪听完林平的吩咐后一愣,惊讶地看着他,哥,你确定? 确定? 快去照办。 明白。 陈若柳等同学看得脑袋瓜子嗡嗡的,同样的药,同样的熬,最后到底怎么分出胜负呢? 不,应该有办法的。 陈若柳说到这里,不平凡扭头一脸怪异地看着他。 我刚才好像看到了,林平在这药方里面多加了一味药,多加了一味药。 不平凡听到这话后,一脸的惊讶。 难道说,林平的医术确实比自己高超不成? 他刚才开出来的药方,比不上他。 但也不对啊,那阴阳人也是用的这几味药啊。 总之,咱们接着看下去吧。 胜负应该很快就会揭晓了。 陈若柳的话说完,众人齐刷刷地转过头去,看向了现场。 此时此刻,张令下面前一个火炉子,上面是药灌。 他手中拿着一个蒲扇,不慌不忙地轻轻摇晃着,用文火在煎熬药。 这火也有区别。 文火慢熬和无火强盾。 一群人都看着一旁林平,这家伙接下来该怎么办呢? 谁曾想,他不慌不忙地搬了个板凳,然后就坐在一边,悠然自得帮剩下人看病了。 阴阳人是火冒三丈。 怎么? 林平? 现在是在比试当中,你还有空去做不相干的事情。 他感觉自己好像遭受到了侮辱。 这家伙一点面子都不给事吗? 瞧不起谁呢? 哎,别急啊,还有时间,还有时间。 林平依然不紧不慢,老神在在,一旁的同学们都急死了。 这家伙到底在干什么? 归途赛跑吗? 陈若柳扭头看了看身后,急得一个劲地拍手,走来走去地抱怨着。 这赵彪到底在搞什么鬼? 等着他熬药呢? 这小子跑到哪儿去了? 不平凡也咬着牙,怪异地看着林平。 这小子没有徒弟,难道就不会自己熬药吗? 还是说,他没信心了? 打算放弃这一场比赛? 气死人了! 他可是代表了国粹医馆的颜面啊。 这一战要是输了,那国粹医馆岂不是成为人家的笑柄? 来了! 来了! 赵彪来了! 国粹医馆的学生李涛,这时候火急火燎地在门口看了半天,终于跑了回来。 大家立马回头看去,赵彪这一会儿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 喊了句,找到了! 我找到了! 你找到什么了? 众人都好奇,这小子到底跑了一趟,去找了什么东西? 古风机! 看到他手中的东西。 大家差点没雷到。 哥,现在怎么办? 赵彪也不管众人异样的眼神,快步跑到了跟前,询问林平道。 找到了? 那就用上! 还不快熬药? 林平翻了个白眼,这还用他教? 好! 赵彪立马加上火炉子,然后古风机一吹。 在嗡嗡的声响之中,那疯狂的无火蹭蹭地冒着。 不平凡皱了皱眉,看着火炉子陷入了沉思。 不一会儿的功夫,药灌就开始翻腾。 而张令下这边,还在不紧不慢地熬着。 这能行吗? 我从来没听说,熬药这么熬的。 古风机? 那不是用来打铁用的吗? 我就怕他再这么熬下去,药灌会炸了。 陈若柳担心的一句说完,赵彪也是额头上都是汗。 看着思思不断直叫的药灌子,他扭头看着林平,大喊一声。 哥! 不行了,这里面的气压太大了,别管他。 继续! 林平不慌不忙,淡淡地道。 这,再等了一分钟左右,看着那几乎都要膨胀了的药灌子,赵彪心惊肉跳。 哥! 哥爱,扛不住了。 继续! 卧槽! 赵彪直接抱着头,只听见砰的一声,整个药灌子直接熬炸了。 现场众人吓了一大跳,阴阳人笑的眼泪都下来了。 赵彪蹲在一边,哭丧着脸,看着林平赶紧辩解道。 哥! 你可别怪我,是你说让继续熬的。 这下药罐子炸了,你自己的锅。 陈若留捂着脸,一脸郁闷。 一旁的不平凡,也摇头叹息。 这个林平,真是扶不起的阿斗。 为了比赛抢时间,居然想到用鼓风机来催火。 熬药哪有这么熬的? 而这时候,阴阳人那边的药已经熬好了。 他不慌不忙地倒了一碗,然后说了句,什么灵神医,简直是个废物。 熬药都能熬炸了。 你这点技术,怎配得上国粹二字? 林平别了别嘴,站起身来,回了句,可是我的药已经熬好了。 不说这话还好。 说完之后,现场众人全都一愣。 而后认识他的人是唉声叹气,不认识他的人则,哈哈大笑。 阴阳人更是笑得眼泪都快下来了。 他回了句,原来这灵神医不仅是个熬药都能熬糊的家伙,更是一个甜不知耻的小人。 你已经熬了,你要怎么叫熬好了? 要在哪呢? 要罐子里面的就是啊。 林平回了句,话必现场笑翻了一片。 陈若柳都不好意思了,发了个白眼,快步跑过来。 林平,熬就要熬得有骨气点。 你要罐子都炸了,药汁都没了,你还狡辩? 你这一次熬在急功近利,熬药要用文火。 你为了抢时间居然用骨风机,真是熬得一点都不远。 他一脸责备,熬人别熬脸,技术不到家就别狡辩。 免得到时候更是丢了国粹医馆的脸。 林平无奈地摇了摇头,谁说我要药汁的? 我要的是药渣,这药渣就是药。 众人一愣,不平凡将性将疑地走过去,仔细抓起药渣,闻了闻。 然后他回道,你那多的一味药,是不是放了雪寒草? 林平点了点头,陈若柳惊讶地看着林平一副看神经病的表情。 阴阳人更是笑得直跺脚,夸张地捂着肚皮。 雪寒草? 哈哈,雪寒草? 你小子脑子没问题吧? 你是要草间人病吗? 旁边的张令下,好奇地问了句,师父,这雪寒草有什么不对吗? 雪寒草是治寒之物,病人是伤寒入脉。 这味药再吃下去,那就是伤上加伤,寒上加寒。 患者只怕小病都会弄出大病来。 林平,你现在让我清楚地知道了什么叫做化蛇天足,多此一举。 哈哈,说完这些话,阴阳人又大笑了起来。 陈若柳摇了摇头,心里面犯嘀咕了。 林平这小子真是差劲,连最基本的药理都不懂。 他怎么治好这么多人的,还没把他们给治死。 好了,林平,你输了,你这国书医馆的招牌也摘了,自己回家再去学两年吧。 阴阳人双手交叉胸前,一脸不屑。 摘招牌? 听到这话,一旁的招牌可急了。 他大叫着,之前说是切磋一下。 你们可没说输了要摘招牌的。 这不是欺负人吗? 怎么? 你这本事不到家,还敢开一管? 摘招牌不是正常的吗? 阴阳人不屑一顾。 一旁的张令下看着林平,也叹息一声。 林平,你这技术真不行。 熬要熬活,药理也不懂。 要真给你办了营业资格证,到时候治死人怎么办? 他师徒俩的话说完,周边那些千里迢迢来看病的达官贵人,也怂了。 都说林神医多么,多么的神。 他们听到了这些传说后,万里驱车前来。 但这一场比赛,他就暴露了。 果然真惊还须火来练。 这小子既不会熬药,也不懂药理。 所谓的神医,难不成都是吹出来的? 啪啪啪,就在众人都一轮纷纷,对林平指指点点的时候,一阵掌声响了起来。 大家齐刷刷转过头去,一个穿着糖装的老者,冲着林平伸出了大拇指。 林神医不愧是林神医。 本来听坊间传闻,这林江是出了的大神医。 我想过来看看,今天真是不虚此行,让我大开眼见。 陈若柳看着这老者,大喜过望。 古爷爷,你怎么在这里? 若柳啊,你家老爷子怎么样了? 谢谢古爷爷关心,我爷爷很好。 哦,那就好。 古爷爷,好巧啊,你居然也在这儿。 陈若柳一脸惊讶,要知道, 古氏柳那可是中医协会的大能啊。 平常都在上都的,很少会出来走动。 我刚才已经说了,中医界出了一个林神医, 我很好奇,所以过来看看。 今天这场比赛,让我大开眼见了。 古氏柳赞赏地看了看林平。 陈若柳立马堵起了嘴,是挺让人大开眼见的。 熬药能熬胡,这血寒草是大寒之物, 这还给病人吃。 显然,他误会了古氏柳, 还以为他在嘲讽林平。 可古氏柳却摇了摇头, 看着那边得意洋洋,一副趾高气洋的阴阳人, 回了句,这场比赛。 你说了,不懂药理的人,是你才对啊。 什么?阴阳人前一刻笑嘻嘻, 下一刻MMP。 国粹医馆的同学们, 一个个也是脑袋瓜子嗡嗡的。 这老头什么人啊? 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? 药都熬脸,熬胡了,这还能赢。 阴阳人听到老头的话, 顿时冷笑一声, 原来这国粹医馆的人, 都是一群厚颜无耻之徒。 说不起,睁着眼睛说瞎话啊。 且不认他没熬出药, 就是这血寒草吃下去, 那人也必死无疑。 伤上加伤, 你且说说, 我到底哪里输了? 你说, 恰巧就输在这个血寒草上。 现场所有人都一脸蒙比, 哑口无言。 古世廟看着阴阳人那铁青的脸色, 笑了起来, 不懂。 别急, 我解释给你们听。 说到这里, 老头走到了那昏迷的病患跟前, 把了一下脉。 此人伤寒入脉, 你们开的药方确实都没问题。 可你没有想过一个问题, 所有药物都是燥热, 大补之物。 你这晚要吃下去, 就没想过它虚不受补, 反而伤害身体。 可是, 灵萍使用了血寒草, 岂不是让它更加严重? 阴阳人不服地说了句, 哎, 所以, 他用血寒草当药引。 但血寒草会加重病患的伤势, 他故意把药给熬裂, 熬坏, 吃药渣。 这样解决了虚不受补的问题, 又能驱除血寒草的寒性。 古世廟说完这话, 背着手, 一脸玩味地看着阴阳人回了句, 你才是那个不懂药理的人, 输了比赛, 还敢气势汹汹地叫人家摘掉招牌。 老爹, 谁给你的勇气啊? 现场众人听完这话, 一个个哄堂大笑, 一旁的照标更是大喜, 得理不饶人。 就这点本事, 你还来学人家踢馆。 哈哈, 笑死人了。 国粹医馆的同学们, 看林平获胜, 更是大喜过望。 刚才这伙瞧不起他们, 还说国粹医馆都是小学生, 现在被打脸了吧? 让你瞧不起我们国粹医馆, 什么也不懂, 还敢来装? 你这家伙要笑死我们吗? 这些人的话, 让刚才趾高气扬阴阳人, 只感觉脸红, 转头再看那林平, 一脸平淡无常的样子。 这一刻, 他赫然发现, 原来这小子是在绊猪吃虎。 行, 这次我栽了, 青山不改, 绿水长流, 我们走着瞧。 说完, 张令下看着林平玩味的一笑, 伸出了一根大拇指, 他也跟着走了。 完事后, 现场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, 林神医? 真乃神医耶, 真厉害, 哈哈, 我们没找错人啊。 厉害, 为他鼓掌叫好, 大家都搁那儿拍着马屁。 林平哭笑不得, 也不知道刚才是谁看他不行了, 一个劲地猜忌他呢。 赵彪? 是, 哥, 有事你吩咐, 赶紧把药渣给病人服下, 救人要紧。 说到这里, 林平看向了一旁的谷世苗, 笑了笑, 谷老爷子, 我这里治病要紧, 有什么事情, 我们等一下聊。 无妨, 无妨, 救死扶伤吗? 谷世苗又看着陈若柳, 笑了笑, 你打个电话给你爷爷, 我们今晚上三人凑一桌, 聊点事。 行, 陈若柳点了点头, 满口答应。 不一会儿的功夫, 他打电话通知了陈扁鹊。 当听说老谷来了, 陈扁鹊赶紧就过来了。 一时间, 国书医馆这边就有了三位大门。 三位一起上阵, 帮忙看病治病, 速度就快了。 到晚上的时候, 基本上就搞得差不多了。 林平今天得到了人家的帮忙, 再加上他们赚了的钱, 都进了他的口袋, 按照规矩请他们俩吃顿饭。 陈若柳等同学臭不要脸, 一个个听说有饭吃, 都叫嚷着要去吃饭。 林平是硬着头皮, 去一家小餐馆里面, 办了一桌酒。 一大群人环绕着他, 各自敬酒, 然后就聊上了。 林平? 今天这一战真痛快, 你可是给我们国粹医馆, 扬眉吐气了一番啊。 就是, 你今天那治病的方式, 真是匪夷所思。 我们见所未见, 闻所未闻。 哎, 我说林平兄弟, 你这一身本事, 都是从哪学来的? 古世渺好奇地问了句, 林平淡淡一笑, 自学成才。 此话说完, 大家都不满, 肯定这小子没说实话, 这中医的复杂性, 哪有自学成才的? 如果这么简单, 现在中医规范话, 就不会要求要失诚三年了。 当然,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秘密, 小隐私, 人家不愿意说, 要追着问, 就太没礼貌了。 陈扁鹊看气氛着实有点尴尬, 笑了笑, 举起了酒杯, 岔开了话题。 老古啊, 你这老小子, 怎么会来临江市啊? 这不是听说了林神医的事情, 过来看看吗? 古世渺说到这里的时候, 还一脸赞赏地看着林平, 笑着说一句, 我原以为林神医会是个先锋到谷的老头子, 没想到竟然如此年轻。 哈哈, 咱中医只能是后继有人? 后继有人了。 此话说完, 他和陈扁鹊俩老头都呵呵地笑了起来。 听完这些话, 不平凡和陈若柳是心情相当不舒服, 正所谓人比人得死, 或比货得扔。 同样是年轻一辈, 林平受到了这么高的重视, 他们却有点若鸡啊。 大家不吭气, 各自吃饭, 这些牛人聊天, 他们参合不进去。 老古, 你这老小子, 跑到这里来不单单只是来看热闹的吧。 陈扁鹊和古世鸟交往多年, 对于他的性格太了解了。 古世鸟笑了笑, 回了句, 现在不是中医要规范了吗? 我呢? 想邀请一些人加入中医协会, 我们好久没有新会员了。 说到这里, 他转过头看着林平立马发出了热烈的邀请。 林平小友, 你一说这么厉害, 有没有想过加入中医协会啊? 他这问题说出来, 陈扁鹊冲着林平打眼色。 要知道, 能加入中医协会, 那简直是莫大的荣誉。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 这是对于他医术的一种认可。 林平看着古世鸟, 反问了句, 那啥, 我没有医师资格证, 这样也行吗? 此话说完, 古世鸟满脸不敢相信。 他皱着眉头, 怪异地看着林平, 然后好奇地问了句, 怎么? 小友拥有如此神奇的医术, 竟然还不算是医师吗? 呵呵, 规定如此, 必须要师程三年, 而且这师傅还得是出名的中医。 林平苦涩地笑了笑, 一旁的陈匾却点了点头, 肯定了这说法。 没办法, 这就是规定, 所有人都是这么走过来的。 古世鸟点了点头, 看来回去之后, 我得和中医协会的会员们, 商量商量, 到时候通过推荐人的方式, 希望能取得一式资格证吧。 听到他这话, 林平大喜过望, 而后, 他举起了手中的酒杯, 开口说了句, 这个, 古老前辈, 陈老前辈, 实不相瞒。 这入不入协会还在其次, 我现在当务之急, 还真是有事情求你们。 两人对视了一眼, 都问林平是什么事情, 但说无妨, 能帮忙的他们, 一定帮忙。 林平尴尬了, 其实就是营业执照的事情。 我这边已经和张胜彪搭上桥了, 可是, 他说因为我没有一式资格证, 除非有人愿意做宝, 证明我有实力治病救人。 他这话说完, 两人都尴尬。 做宝这种事情, 还是很为难人的。 要是林平致死了人, 吃上了官司, 他们都会倒霉。 如果不是亲戚, 谁敢打包票? 这时候, 陈若柳开口回了句, 爷爷, 你就帮林平做宝吗? 你也看到了, 国书医馆里面, 那么多病人相信林平, 他要没本事, 怎么敢开医馆来治病救人呢? 此话说完, 陈扁却尴尬一笑, 这臭丫头, 胳膊肘往外拐啊。 这么多人看着呢, 帮林平说话。 古世苗也是一脸暧昧, 玩味地看了看林平, 又看了看陈若柳。 若有所思, 他笑了笑, 老陈啊, 我看这后辈要发扬光大中医, 咱们这些老前辈, 还是需要扶持一下的吗? 怎么样? 你只要敢做宝, 我二话不说, 我也做宝。 老东西, 你还等着我呢? 成, 我做宝了, 你也说话算话吧。 陈扁却这话, 等于是答应了。 他的话说完后, 古世苗当然保证没问题, 有这么两位大能做担保, 林平的营业执照是妥了。 端着酒, 他一个劲儿的敬酒, 道谢。 大家说说笑笑, 乐呵呵的。 酒过三巡, 菜过五味之后, 古世苗看着林平, 开口说道, 林平啊, 刚才那和你比试的人, 到底是谁啊? 这个, 我也不太清楚, 只知道他是张令下的师父, 也不知道搁哪儿冒出来的。 林平拿着筷子, 吃了一口菜, 随口回了句, 古世苗却皱着眉头, 回了句, 你还是小心点, 这人我感觉路子也得很。 林平点了点头, 那阴阳人从一出现, 林平就感觉他身上十分的不对劲, 透着一股邪性, 而且随着现在中医的规范化, 可以说, 很多人是挤破了脑袋, 都想进入到国粹医馆去的, 但就这么一个人, 他对国粹医馆却瞧不起, 那只有两个可能, 一, 他跟林平是一样的, 医术很厉害, 觉得那里面的人都十分的惨, 二, 他压根不屑得到认可, 不想要那张破证, 虽然害人之心不可有, 防人之心也不可悟, 林平已经做好心理准备, 留意那家伙了, 而另一边, 在一处偏僻的房子里面, 其中弥漫着各种的药味, 还是刚才那脸色惨白, 一个劲咳嗽的阴阳人, 他坐在一旁, 正在熬着一种药, 旁边的张令下, 左右四周地看了看, 当初认识这家伙的时候, 觉得他神神叨叨的, 觉得一定是有什么逆天的本事吧, 后来, 通过他各种的显摆, 张令下确实是惊为天人, 觉得这人不仅神秘, 而且有天大的本事, 二话不说, 就拜他为师了, 阴阳人的名字, 不知道叫什么, 每次张令下问起, 他都说在中医界, 大家叫他鬼医, 这奇葩的外号, 还有致命的神秘吸引力, 都让张令下惊为天人, 觉得他就是传说中的高人, 结果, 今天这所谓的高人, 一战就被林平给打败了, 张令下想到这里, 一直在偷偷地瞄着鬼医, 这阴阳怪气的男人, 坐在那儿, 一直在熬着咬, 突然间, 他都不带回头的, 淡淡地就一句, 林下, 怎么了, 张令下吓了一跳, 这家伙太神了吧, 他都没有回头看, 就知道自己在干嘛, 没, 没什么啊, 呵呵, 师父, 张令下尴尬地笑了笑, 怎么, 你是不是觉得, 今天师父说了一次, 好像不如那林平啊, 鬼医突然的一句话, 给张令下下的屁滚尿流的, 哪怕就算是心里面确实如此的响, 但嘴上他也不敢这么说, 呵呵呵, 没有, 没有, 师父, 林平只是捡了一个便宜, 狗屎运气好才赢了你的, 你只是一时失手吗, 呵呵, 这是自然, 我那是故意输的, 哦, 张令下不解了, 这玩意儿, 还能故意输呢, 今天我过去, 本来就是试一试他几斤几两, 我又没拿出看家本领, 要真想治好伤寒入脉, 这又有何难呢, 这, 听到鬼医的话, 张令下愣住了, 而后, 他笑了笑, 那是, 师父的本事, 可是天下无双的, 哦, 对了, 我给你配置的十全大补完, 你还在服用没有, 鬼医突然转过头来, 看着张令下回了句, 这个, 师父, 我倒是没有再用了, 张令下尴尬的一句话, 鬼医一下牢牢地盯住了他, 为什么, 那可是我用了很多药材, 然后配置出来的, 对你的身体, 有很大的好处, 你一定要按时服用, 这, 好吧, 我记下了, 我回去就用, 哎, 这才对嘛, 鬼医笑了笑, 他没注意到, 张令下那难看的脸色, 这要有鬼医, 每次吃完, 他都下腹痛, 而且大姨妈失常, 也不知道是什么鬼, 正因为不知道, 自己这师父的医术怎么样, 张令下才想着, 让他和林平比试比试, 他来, 明天得去找林平, 这小子确实有点本事, 兴许他能看出, 这要有什么问题, 第二天一早, 林平就开着三轮车, 亲自把父亲临死中, 送到了车站, 然后, 再三地叮嘱, 让他别舍不得花钱, 去了北方, 看到什么好药材都来点, 国书医馆这边病人多, 他们的中药需求量大, 另外, 如果到了那边, 有什么不懂的, 可以打电话来通知他, 和他商量商量, 这就搞得林史中, 相当的没面子了, 到底你是儿子, 还我是, 行了, 行了, 你先回去吧, 我去那边溜达溜达, 看看药材怎么样再说, 不一定要做药房呢, 林史中摆了摆手, 转身药上去了, 林平哭笑不得, 这个药房是一定要开的, 正所谓肥水不留外人田, 当然是便宜自家人了, 送走了林史中后, 林平转身开始回店里面去, 走到半截道, 就看到张令夏站在马路边, 蹲在那儿一直在等着他, 一看到林平来了, 这丫头是大喜过望, 赶紧地站起身来, 他快步跑到跟前, 笑嘻嘻地来了句, 林平, 你来了, 看着张令夏, 林平一脸地怪异, 怎么, 今天又是找谁来跟我比试啊, 一句话, 给张令夏噎着了, 他嘟着嘴, 回了句, 昨天的事情你还在耿耿于怀啊, 林平都懒得理会他, 转身朝着自家的医馆而去, 张令夏还急了, 林平, 林平, 别生气了嘛, 那昨天不是我叫师傅来比试, 你怎么能证明自己的医术过人呢, 你说是不是, 林平白了他一眼, 你瞧, 你现在名声更加的响亮了, 这难道不是我的功劳吗, 哼, 听到这话, 他都好笑, 然后站定了脚步, 开口来了句, 成啊, 我全当你为我好, 那这营业执照呢, 有吗, 拿来给我, 张令夏一下傻在了当场, 有点不知所措, 你嘴上说让我证明了自己, 到时候就立马给我弄下来营业执照的, 结果呢, 你怕是早已经把这事给忘了吧, 林平实在有点恼火, 昨天白白比了一场, 到头来被张令夏当成了猴来耍, 看着生气的林平远去, 张令夏急了, 赶紧来了句, 其实我表面上是想考验你的医术, 背地里, 我是在考验我那师傅的, 哟, 你好意思说, 我还不好意思听呢, 你这欺失灭祖的祸, 张令夏看着林平说什么都不好使, 现在是真真地生气了, 他也着实无奈, 只能赶紧地回了句, 三天, 三天之内, 我保证你的营业执照一定下来, 行吗, 林平这才站住, 看着张令夏道, 还算你有点良心, 张令夏发了个白眼, 你这人真是失礼, 彼此彼此, 林平回道, 成了, 我俩说好了, 现在你帮我一个忙可以拨, 张令夏终于开口了, 林平一愣, 皱起了眉头, 然后回了句, 你该不会又要我去跟谁比试比试吧, 这一次不用, 说到这里, 张令夏掏出了一个药瓶子, 然后倒出了一粒药丸, 递给了林平, 你能帮我分析一下, 这要有什么成分吗, 它到底起什么作用呢, 他话说完, 林平愣了愣, 而后, 拿着那药丸在手里, 用力地一捏, 他使劲吸了吸, 乌鸡白凤丸, 麻烦, 张令夏愣住了, 没什么, 催惊的, 说到这儿, 林平又看着他, 有这病啊, 少吃点辛辣和油炸食品, 少熬夜, 完事儿, 要完扔给了他, 转身就走, 张令夏僵在了那里, 好半天后, 他赶紧追了上来, 林平, 你确定这东西不是什么大补丸, 对身体有益的, 怎么, 你大姨妈不调, 吃这个难道不是有益的, 还是有害的, 林平反问了句, 不是, 我的意思是说, 如果是正常的人, 吃了这东西会怎样, 张令夏看着林平, 直接反问了句, 林平听到这话都好笑, 你没病吃什么药, 秀豆了, 是要三分毒, 这不是没事找事吗, 张令夏听完林平的话, 脑袋瓜子嗡嗡作响, 这所谓的大补丸, 竟然是催精的药, 里面的成分很简单, 难怪每次吃完了之后, 他下腹都疼了, 可没理由啊, 师父诡异干嘛要给他吃这个东西, 他也没这方面的病啊, 扭头刚要问一下林平, 他不是神医吗, 能不能给个解释啊, 可没想到, 林平转身, 这一会儿居然已经回医馆了, 三步并坐两步, 跑到跟前, 林平, 我师父干嘛要给我吃这种药, 林平听到这话, 简直都觉得脑残, 我怎么知道, 你问你师父去啊, 这张令夏很为难,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, 你给我出个主意好不好, 林平站在那儿, 怪异地看着他, 你有这方面的病你就吃, 没有就别瞎吃, 就这么简单的事情, 还用别人教, 可是, 我要是不吃的话, 师父会很生气啊, 你脑子有病吧, 这种垃圾师父, 拿来当祖宗吗, 他干嘛非要让你吃这玩意儿, 有病, 林平摆了摆手, 转身离去, 张惊夏心中乱糟糟的, 哀声叹气, 他也走了, 走到半截道, 林平狐疑地看了一眼他背影, 心中思绪万千, 他也想不明白, 那该死的阴阳人, 为什么会这么折腾张令夏呢, 崔惊, 为了什么, 虽然他和古世淼都觉得, 昨天那人有点邪, 但也没这么邪心嘛, 自己的徒弟都狗, 禽兽, 当然, 他也想不出崔惊为了什么, 回到了国书医馆, 大清早的照标过来帮忙看店, 这臭小子坐在门口, 和一个妹子正在聊天, 哎, 美女, 你也是来看病的呀, 嗯, 你也是, 那美女遇到搭讪的, 有点慢悠悠地回了句, 我可不是来看病的, 我是林神医的徒弟, 美女, 这事情, 我可只告诉你一个人, 别到处去乱传, 要低调, 低调, 他的话说完, 周边众多等着医病的人, 齐刷刷地看着他, 林神医的徒弟, 你, 赵彪顿时尴尬了, 不过, 有这么多羡慕极度恨的目光, 他还一脸的小得意, 那是, 我师父当初看我天资聪慧, 是哭着喊着, 要收我为徒呢, 我特发客, 明明是这小子大太阳里面跪了三天, 拼死求林平收他当徒弟, 结果到了他嘴中, 反着来了, 那美女是一脸羡慕极度恨, 看着医馆还没开, 林神医没来, 再看他后面, 排着这么多人, 指不定啥时候了, 美女想插队, 就撒娇地拉着赵彪, 一口一个地喊着帅哥, 帅哥的, 赵彪顿时飘了, 对于美女提出来的要求, 保证没问题, 等下第一个就给他看, 给这美女弄得开心坏了, 谁曾想, 啪啪, 林平直接上前, 一个大帽盖打头上了, 你小子今天金克拉吃多了, 你在这里装什么大尾巴郎, 赵彪前一刻还指高气扬, 下一刻立马变成了孙子, 看着林平, 他陪着笑脸, 客客气气的一句, 哥, 你可算来了, 你看, 我这一大清早的, 就过来帮忙了, 帮忙, 我没看到, 我就看到你这臭小子, 在聊妹子, 赵彪肝大得要死, 挠着头一个劲傻笑, 还不滚进来帮忙, 哦, 林平打开门, 走了进去, 赵彪赶紧屁颠屁颠地跟上, 进去前还冲着那美女, 打了一个OK的手势, 示意她放心, 等下肯定给师傅打招呼, 让她第一个治疗, 那美女一个劲抛妹眼, 就差点没飞稳了, 进去之后, 林平准备开医馆, 让赵彪把后院晒着的中药给收回来, 每天看病的人很多, 消耗很大, 要不然也不会让老爸临时中去干这事了, 赵彪一边折腾着中药, 一边偷偷地看着林平, 然后陪着笑脸, 没话找话, 呵呵, 哥呀, 你刚才说金克拉, 很多人也说金克拉, 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呀? 使啊, 人才, 林平美好气的一句, 使, 赵彪一脸黑线, 刚才林平骂他, 大清早吃金克拉了, 岂不是骂他吃了响, 当然, 这金克拉也不是一般的使, 可以说是一种中药, 啊, 使还是中药, 这也太恶心了吧, 赵彪脑袋瓜子嗡嗡作响, 还吐了吐舌头, 林平狐疑地转过头来, 怪异地看着他, 小子, 我让你好好背本草纲目, 你被到哪里去了? 啊, 我背了呀, 滚瓜烂熟, 那你恶心什么? 呃, 是挺恶心的, 林平翻了个白眼, 询问道, 血鱼炭, 紫车盒, 人中白, 人中黄是什么? 这, 我就知道, 紫车盒是猜盘, 其他的, 嘿嘿, 赵彪尴尬地笑了笑, 血鱼炭是人体的头发烧成了灰烬, 人中白是尿, 人中黄是屎, 这些都可以入药, 哦, 赵彪作偶, 回了句, 用屎作药, 鬼才会吃呢, 那你可说错了, 金科拉有人抢着吃, 还不便宜呢, 哥, 你逗我呢, 有人抢着吃屎, 赵彪惊讶莫名, 你看我像是开玩笑吗? 林平翻了个白眼, 在东营, 金科拉是一位大补的药餐, 挑选很多国色天香的美女出来, 每天泡药语, 然后清空了肠胃后, 每餐都服以中药给他们吃, 而金科拉, 就是他们拉出来的香, 药的猎形被美女的身体给吸收, 这剩下的就是温和的大补之物, 哦, 赵彪已经受不了了, 摆了摆手, 喊了句, 不行, 不行, 哥, 你别说了, 我已经扛不住了, 这些东营螺圈腿, 真是够变态的, 这玩意儿都想得出来, 还真吃香啊, 是啊, 据说不便宜呢, 在东营, 要吃这东西, 有钱人还得提前预约, 这, 他们不是拿女人当药顶来炼药吗? 这些变态玩意儿, 赵彪随口一句, 林平点了点头, 刚准备拿出工具开工, 但下一刻, 他猛然僵住, 扭头惊讶地看着赵彪, 吼了句, 你刚才说什么? 赵彪被他的神态给吓到了, 缩了缩脖子, 我说他们拿女人当药顶了, 刷的一下, 林平脸色顿时白了, 妈的, 出事了, 林平直接跳了起来, 动作很夸张, 现在他终于想明白, 为什么之前跟他鄙视的阴阳人, 如此的邪了, 下一刻, 林平不敢停留, 直接朝着门外就跑, 哎哎, 哥, 你去哪儿啊, 等着你看病呢, 你跑什么啊? 我有急事, 说到这里, 林平头也不回, 冲出了国术医馆, 赵彪傻傻地愣在那儿, 挠了挠头, 哪儿有问题吗? 哎, 想不明白, 林平一边跑, 一边掏出手机, 拨打电话给张令下, 可惜, 这丫头不知道怎么回事, 一直不接电话, 林平是心急如焚, 他没办法, 打电话通知了古世鸟, 陈扁鹊电话里直接就一句话, 出大事了, 两位老前辈, 有人拿人炼药, 给陈扁鹊古世鸟下的心惊胆战, 这种事情过去很常见, 但进入了近现代, 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韦, 做这种生儿子没定眼的缺的事, 很快, 大家约定好了, 在上次吃饭的饭馆见面, 两老头是火急火燎跑来, 陈若留也跟着来凑热闹, 毕竟, 这些事情他是闻所未闻, 见所未见, 一见了面, 陈扁鹊就拉着林平的手, 问他到底怎么回事, 电话里, 他所说的蚁人炼药, 是不是真的, 林平点头, 把张令下的事情, 全都给说了一遍, 古世鸟是勃然大怒, 咆哮了句, 荒唐, 现在是什么年代了, 怎么还有人做这种鹊的事, 如此迷信, 如此骇人, 这种人简直是中医之耻, 当千刀万剐, 陈扁鹊也阴沉着脸, 很是难看, 我听闻, 有些郎中确实不走寻常之路, 比方说苗衣, 他们那边采用毒物, 以毒攻毒, 而且还养骨, 但我没想到, 这种事会在现在当今的年头, 怎么还会有人玩这些旁门左道, 这三人你一言, 我一语的, 陈若柳年轻啊, 他是近现代的中医, 第三代了, 没听说过那些骇人听闻的事情, 他不懂这是什么意思, 一时间, 陈若柳好奇地问了句, 爷爷, 古爷爷,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, 我真的听不懂, 张令下服用催精药, 跟你们说的这些事情, 有什么关联, 三人一阵无语, 林平翻了个白眼, 人丑多读书, 你学什么中医, 你, 给陈若柳气得够呛, 古世苗看着这个小丫头, 一脸慈爱的道, 若柳啊, 哼, 你听说过诸后总吗, 诸后从, 谁啊, 陈若柳一脸懵, 三人要吐血了, 家境皇帝, 这下你懂不, 林平翻了个白眼, 哦, 我知道, 我知道, 这皇帝差点被宫女给累死吗, 三十年不上朝, 说诸后, 从陈若柳不清楚, 但要说到家境皇帝, 他就明白了, 明朝第十一位皇帝, 那你知道, 他为什么差点被宫女给勒死吗, 林平反问了句, 这, 陈若柳不吭气了, 一旁的陈匾却对孙女实在头疼, 只能耐心解释到, 家境皇帝迷信, 痴迷长生术, 不知道哪位用意给他说的, 用厨子的月经做药, 可以延年益寿, 长生不老, 所以, 他挑选了大量美貌, 没出格的宫女, 一直给她们服用各种药物, 在今期, 女孩子早晨只能服用露水, 夜间服用人参枝, 各种催精的药物, 让这些宫女是痛苦不堪, 备受折磨, 终于引起了公愤, 宫中的宫女苦不堪言之下, 联合起来, 趁着家境皇帝睡熟, 打算把她给勒死, 陈若柳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, 恶心巴拉地吐了吐舌头, 这也太变态了, 哎, 没办法, 这人身上, 好多东西也是一种中药, 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, 这些人尤其是拥有权势的人, 会做出许多荒唐事来, 陈扁却说到这里, 看着林平, 回了句, 林平啊, 你确定张令下的师父, 是这种败类吗? 林平点了点头, 回道, 从逻辑上来分析, 我觉得这是真的, 首先, 一个大能, 莫名其妙去帮助一个小姑娘回婚, 在我拆穿了之后, 她就恼羞成怒来找我挑战, 其次, 今天张令下来找我, 说她这奇葩的师父, 一直让她吃各种奇怪的药, 为什么? 陈若柳还真是单纯倒傻, 白痴, 她要装病不结婚, 就是为出格, 如果被拆穿了, 岂不是要黄? 这要顶就废了, 林平美好气地回了句, 哦, 我明白了, 陈若柳恍然大悟, 咱们现在怎么办? 不请报警吧, 古士廟一句话, 林平和陈扁却都点了点头, 很快几人跑去报了警, 当他们听说了这事后, 十分地重视, 因为这来的几人当中, 一个是中医协会的古士廟, 一个是大名鼎鼎的陈扁却, 他俩来报案, 又是提及这事, 他们当然要严肃处理, 封建迷信真是害死人, 前段时间, 玉州就出过这样一个新闻, 真人真事, 有对姓罗的夫妇, 有一个精神病女儿, 他们听信江湖游一的偏方, 说用人头汤做药饮, 可以治疗精神病, 于是, 他们寻找目标, 找到了一个76岁的无保护老人, 趁着他喝醉酒, 尾随到偏僻之地, 夫妻俩用板砖敲晕了这位老人, 并把他的头给割了下来, 回去之后, 煮了人头汤, 给患了封病七年的女儿服下, 以为能治好他的精神病, 谁曾想, 病没倒是没治好, 就在当月7号, 这两人直接被抓, 这起骇人听闻的割头案件, 两天就宣告破获, 张令下这事情, 让整个林江市躁动, 所有人都在铺天盖地地寻找他, 从一大清早, 直接找到了晚上, 始终没见到他身影, 他父亲张胜彪在听说了这事后, 也是急得心急如焚, 苦苦寻找, 大家都跟疯了一样, 就在晚上9点多钟的时候, 大家心里面没底, 感觉张令下可能遇害, 没想到, 一个穿制服的男人, 急匆匆地跑了过来, 看着现场所有人, 他脸色铁青, 神色凝重的一句, 我们找到他了,